第三個 住坐住受 不做不受 你只要照這個殺害的行為 基本上他是有因有果的 我在台北曾經關懷各一個慈濟的師兄 他是做鐵工的 他也在做慈濟的環保工作 他也接了一部環保之後給慈濟 雖然他有在做善事 但是習氣難免的 他都還有習氣 有毛病 他有一次在做鐵工的時候 從歐羅掉下來 摔到地上 頭口破了 在三星總醫院做手勢 就腦袋過的切一半 我去醫院跟他關懷 我問他什麼原因他都不知道 我後來就跟他講 我說只要你有福報 因為你是慈濟人 你只要有福報 那命就可以撿回來 我就到他家境去跟他關懷問他的太太 他太太本身也是一個很普通的富人 平常喜歡釣魚 釣蝦釣魚 後來我就問他 我說你想看看你的師兄平常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你回憶上有因有果的事情 他想不起來 後來就說有了有了有了 有一次我師兄在二樓工作的時候 因為那個房子是一二樓 在二樓頂樓工作的時候 在二樓的草堆裡面看到一條眼鏡蛇 他一緊張狼狼起來就把他敲死 剛好把眼鏡蛇頭部把他敲脆了 結果事情隔了幾個月以後 他莫名其妙從二樓摔下來自己頭殼也壞掉 這就是什麼 這叫住坐住受不受不受